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开始训练的时候 当时这支枪没有名气 但是直到后来在巴塞罗闹运会上 我用这支枪打出了200发200中的成绩之后 很多的外国选手都对我的枪非常的好奇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这样的一支没有名气的枪 怎么可以打出这样的成绩 200发200中打出来的世界纪录 同样也是无法超越的奥运纪录 那么女运动员参加男子比赛 获得了冠军 也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 很多人都说我创造了历史 将百发百中变成了现实 那么很多的外国选手 也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200 girl 人们都说张山就是那个将百发百中变成了现实 也是那个创造了历史的人 打破了规则的人 当我获得冠军后 长安厂奖励给我了一辆车 这既是对我的肯定 每当我开着这辆车 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 我想这也是对长安的肯定 从此之后 我对一切打破规则的东西 我都非常感兴趣 正如现在 全球首款超级增程皮卡 深深地吸引了我 一个真正的射手 要做到应对一切环境的挑战 这一点 猎手也做到了 我们的出现 就是要去挑战一些事 打破一些事 改变一些事 我是张山 我们和猎手一起 打破桎梏 重新定义规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